为什么很多老外都歧视中国人 最近看到不少博主 中文的博主 在吐槽 吐槽什么呢 吐槽伦敦的停车场 说在伦敦开车 经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罚单 莫名其妙答应 说自己明明交了停车费 但是回家后却仍然收到寄过来的罚单 说是停车场 虽说只能停45分钟 他实际上停了一个小时 但是因为15分钟要交100磅的罚款 博主很不爽 说我已经交了停车费了 只不过稍稍的超了一点点 居然要罚款这么多钱 平时我们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 停车场管理员都会通融一下 就多停了十几分钟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人情嘛 但是在英国就多停了十几分钟 居然要多交100英镑的罚款 这个不就是抢钱吗 不尊重规则 反而抱怨被抢劫 动不动就上升到这种被歧视的高度 来拨眼球拨流量 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在海外的奇葩感受 奇葩反应 长期生活在英国的朋友可能都清楚 英国人对于规则真的是一板一眼 非常较真 别说你多停了十几分钟 你就算超十亿分钟 你也会需要交纳罚款 而且英国停车场 很多是没有专人看管的 都是靠摄像头来监控的 有些停在街边的停车位 也会有摄像头 能停半个小时就是半个小时 能停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 免费停车位也是有限时的 一般都会在停车场的告示牌上写得很清楚 人家明明写得很清楚 只能停一个小时 你非得停一个小时十五分 你收到罚款 你还抱怨 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对不对 而且英国也比较人性 我记得原来我有一次 开车是怎么样忘了 过桥 对 Duffel Bridge 连接泰晤士和南北的一座桥 Duffel Bridge 刚来嘛 不懂 所以说没有投币 好像是两磅 我记得 没有投币 结果收到罚单 后来呢 打电话过去说解释一下 第一我是出饭 第二确实不知道 第三没有明显的标志 果然这个管理员呢 就免掉了我80英镑的罚款 但是因为初次啊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规则里边 英国人的规则里边 它是有人性的 但是你得有理由 你得有说法 那么大的字牌 写在那儿 你非得说没看见 或者说你看不懂 那看不懂不是人 车厂管理员的问题 是咱们自己的问题 你为什么看不懂 为什么没有仔细去看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就是在海外生活 只要你尊重规则 大家就会尊重你 如果你不尊重规则 那么吃亏的一定是你 理性看待身边这些事吧 好不好 客观的去理解和分析 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的 看清这个社会 不要被道德绑架 不要被华众取从 所误导 我是老刘 一个有知识 愿意帮助 有故事 愿意分享的 法律博主 你能够了这些事吧 我会被识问 我会被识问 但是我会被识问